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除照片上的文字 我们可以通过左边工具栏中的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对上面的文字进行涂抹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 那么,我们再换一种方式试一下 我们选择左边工具栏中的举行工具 对这几个字进行框选 然后,我们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编辑中的填充 我们选择内容填充,确定 我们能够发现,利用这种方法去除文字,效果仍然不理想 那么好,我们学习一下正确的方法吧 首先,我们选择菜单栏中的选择 选择中的色彩范围 我们用吸管工具,吸取文字上的颜色 适当的调整一下它的容差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菜单栏中的选择 选择中的修改 修改中的扩展 我们把扩展量设为3,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文字被框选之外 小老鼠的眼睛,还有它的腿部,也被框选上了 我们可以在左侧的工具栏中,选择快速选取工具 选择这里,从选区中减去 我们点击它 把多余框选的部分,给它去除掉 完成后,我们点击编辑菜单栏中的填充 选择内容识别 确定 我们按快捷键Ctrl加D,取消选择 这样,画面中的文字就被完美的去除掉了 你学会了吗? 好,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